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长都在反应说 我们是不是要来让政府知道 包含这次的总统候选人 立委候选人 来关注到这个空屋的问题 所以特别办了这个 阴雨万顺节的活动 不给好空气就导弹 台中火力发电厂 还有六七 我们的话就在汉部两座 然后两座工厂的中间 很少看到蓝色的床头 然后我晚上都会点头 我就每天一直有头 所以我就想跟总统说 你们这些政府官员 安居热烟一直一直 一直租在后面的房子里面 他把我们当什么 我要干净空气 我要健康房大 我的女儿 现在每天只要看着烟囱的烟 就会跟我说 妈妈 该死了 那个 今天村子里面会很臭 我请我的女儿李美 今年一年级告诉大家 夏天南风吹来的时候 我们那个佐水溪旁边 本来应该很干净的地方 你都闻到什么味道 很臭的味道 你喜欢烟囱吗 不喜欢 我们要请未来入主总统府的新主人 对这样的空气 是不是要继续给我们的下一代享用呢 要不然的话 少入历史灰烬的生命 尽是我们这般小小小小的年纪 今年的九月以后 很明显的就感觉到 天空的颜色不太一样了 像我女儿从来都没有过群麻疹 只要是今年有很严重的症状出现 那我自己本身是过敏性鼻炎 三十几年了 但是并没有像今年这么严重 我今年九月幾乎是天天都在比赛中过日子 所以我想要在这边呼吁我们的政府 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检讨 我们自己目前的环平政策 如果一个政府可以带着集团 去把我们的国家的肺 就是森林给砍伐光光的话 那你是把人民的安全跟健康放在哪里 而这些孩子不就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吗 他们还在长大 他们的肺还没有长好 可是他们现在必须每天面对这样的威胁跟挑战 这样子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担心跟忧虑的未来 PM2.5它其实是因为吸引悬浮为例 它可以有效地穿过我们的肺炮 我们的这些心血管组织 所以对我们的人体危害是非常大 那让我想起来说 在台湾每次谈到空气污染PM2.5的时候 政府似乎感觉上是无能为力 政府不但不做任何事情 我们看到的反而是像是在云林 要去限制所谓的深煤还有石油焦的燃烧的时候 竟然是中央的环导署出来说 你地方政府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中国北京大阅兵出现了 所谓的阅兵栏这件事情 那是它之前 大概将近一个月的这些 所谓的排放空污的管制 空气是可以被管制的 还给我们一个很干净的一个天空 经济部你允许的这些企业 你就要监管 可是完全不做 这个不作为其实是一种组织 是非常可恶的 你把人民的生命置之度外 蔡英文在她的总部成立的时候 有讲到她要防荷安、石安 但去空气污染完全没有谈过 我也听说她进六清的小白宫去拜会过 她应该要到民间 不管中央是谁 你都要注意 要不然人民是一定会对付你 我希望更多艺文界 还有台北市的居民 其实我们也在污染中 希望大家共同注意这个问题 我是一个经历过很亲密的朋友 原因不明的 就肺部致病的 一个整个过程的经历者 这个PM2.5真的很小 非常多的原因 我们真的应该关心 真的每一个电视机后面的观众 不要以为这个事情跟你无关 不要以为他们只是 今天没有事做来抗议 他们真的很勇敢 他们真的关心 我们是应该一起关心 我准备 Maintenant 我先请您 我不灭 看到